我們都是高居前三名 我們不認為肺癌是一個遺傳性的疾病 但是它是一個 我們都把這個番茄 一樣去把它堆植在上面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入鍋了 對 把這個梨子都完全把它放進去 對 把它放進去清潔 泡溫泉的感覺 是這個絕對是可以紓壓的 對 紓壓又療癒 漂亮… 大家好 鳥文健康 你好 鳥文健康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主題 常常很多人聽到之後就很怕 奇怪 這種問題 這種癌症 到底是什麼呢 好 我們今天要關心一下就是肺癌 肺癌其實也是癌症在旁裡面 是居高不下的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好朋友 那麼寧醫也是良醫 來好好的幫我們預防一下 同時也帶大家到戶外去 呼吸新鮮的空氣 好 趕快來歡迎這位 真的很抱歉 敲通告敲半年 所以觀眾朋友 你今天絕對不能轉台 歡迎是我們台北榮總 腫瘤醫學部的顧問蔡俊明教授 歡迎教授 妖王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教授是胸腔科的權威 今天要跟大家說 我們怎麼顧我們的肺部 隔壁這一位是我們美女營養師 宋明華營養師 大家好 好 保證我們的粉絲 到底要吃什麼食物 是最營養的 對 好 另外我們今天要帶大家 好好去森林呼吸一下 光看它的外表就很有水 啪到嗚嗚嗚嗚 好 我們要歡迎是台大森林系 瑜嘉賓助理教授 歡迎瑜老師 大家好 瑜老師會潛水 會衝浪 會攀樹 還會只差沒有鑽地洞而已 對不對 對 真的很厲害 好 我們說隔壁這一位 要多學一點我們的浴廚對不對 對 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你今天要拿什麼來拚 今天我們就只會做菜 這也是另外一個專長對不對 對 拿做菜來拚 對 好 我們要享受美食 但是也要適當的運動 適當運動 對 好 我們趕快來關心一下這個議題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蔡教授 為什麼要拍菜 他實在有名字 很有名 但是民醫也是良醫 他除了醫病也醫病人的心 所以他說他的診都是排隊 要排多久啊 排一個月吧 掛號都掛不到 很難掛進去耶 這很難掛 他現在我們如果是下午看診 都看到晚上才是半月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去看他的診 絕對是有原因的 那我們的教授呢 你看 診癌的診治 超過30年了嘛 超過30年 38年 38要40年了 超過30年了 我們蔡教授他們整個 會整整齣喔 沒有 整整齣都出醫生耶 好漂亮好不好 讚喔 最重要的是一個好醫生 你看 我們蔡教授呢 他是首創傳統化療 標靶藥交替運用 讓病患看見希望 這很重要 混合在一起治療 像肌尾酒療法這樣 肌尾酒療法 這有一些很重要的 學術的道理在 對 那因為標靶藥物跟化療 藥物合用 第一個是要注意它實際的問題 第二個是 某些化療藥物是不能用的 用了就沒有效 對 那第三個就是要選定特別的化學治療藥 那這樣病人大概存後期可以多差不多一年 有的更久 那這個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以前治療策略的改變 大家曉得標靶藥物用在有基因突變的效果非常好 那可是它就是會有抗藥性 那有抗藥性的以後 以前有兩派說法 一派的說法是直接把它換成化療 另外一派的說法是你都不要把藥物繼續用 但是再加上標準化療 這個標準化療有薄化物 那在美國的主流派就是思潮是認為標靶藥物繼續用 再加上標準化療 那大家大概都曉得標準化療裡頭有薄化物 這個薄化物跟 跟 標靶藥物合用是有抵觸作用 就是會沒有效 這是我們的發現 我們發現在幾個國際協議的發表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反對 標靶藥物治療失敗以後 繼續用化療 然後標靶藥物還繼續用 那後來 這個國際新的臨場試驗設計到現在大概有六七年 我們當時就預測說這樣的治療一定會失敗 到了去年 這個研究的成果公布了 2016年嗎 對 公布了以後果然 標靶藥機器使用這一組 再加上化療 比單純化療這一組 它的存後期少了半年 少了半年 肺癌的病人少了半年是很不得了的大事 因為以前我們進步都是每一種新的療法 三個月三個月在進步 現在你用這種以為是對的治療 結果病人少了半年的存後期 所以這裡頭有幾個重點 就是你要合用的時候 第一點就是不能跟薄化物合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你標靶藥物還有效的時候 就不能化療跟標靶藥物就不能合用 有效的時候你只管用標靶藥物就好 第三個如果標靶藥物失敗了你可以加化療 這個化療是單一個化療 有特別的化療是有用的 我把這個叫做啦啦隊理論 因為標靶藥物已經沒有效了 加了一個化療為什麼它會效果變得更好 因為它雖然沒有用 可是它可以加強化療的作用 對癌細胞 它不會加強它的膚作 所以這個好像是它站在啦啦隊的立場 跟這個化療啦啦隊讓它厲害強 所以這就是你把它譽為就是啦啦隊 就是說可能一開始用傳統 那拉不動的時候我們再加上就是化療 或是標靶藥就是交互使用就對了 一開始是用標靶藥物 因為它標靶藥物很有效 沒有效了以後就用化療藥物 對 化療藥物沒有效以後 你再回來用標靶藥物 有部分的病人會有效 有部分的病人會沒有效 沒有效了以後 就加單一的化療藥物 所以這個醫生的那個判斷 那經驗很有關係 而且呢 而且它是啦隊 它加不同的適當的化學治療 對 是經過不同的機制來加強 所以你可以標靶藥物這個不動 然後去動它的化療藥物 就會就改變 好像你跳舞的人這個男生不動 然後就換五半就好了 它可以跳很多舞這樣的意思 好 那也希望說大家在預防 可以做好預防的不用用到拉拉隊了 對 治療是最後的步驟 對 我們當然要醫病 醫在它未病之前 對 這個才是良療藥物 然後去看用什麼好方法解救就對了 對 把它解救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 今天也要請教授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想說現在醫療技術都一直在進步當中 為什麼我們如果是說2014年這個比較新公佈的癌症排行榜 你看肺癌也是有關係都高居前三名第二名也很高 你看現在大腸癌 那我們朱大哥就是不幸就是過世大腸癌 他大家都很遺憾 有人就說他如果早去早 就是說他好像是抗癌三年嘛 如果那時候在當下 他如果去做治療 可能就有救嘛 那所以我們特別要跟大家講說 當你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該怎麼找對醫生做最好的一個治療 或者說事先怎麼預防 你看癌時中現在也快轉 每5分6秒就有一個人離癌 所以要特別小心 那另外我們要分享一下 這一位是王立寧總裁 是我的前老闆 那我們就看到他在網路上就發表 一篇他的一個想法 他現在其實都有在鍛鍊身體 而且他應酬是說 晚餐他只吃兩道 他只吃兩道 那車都打包回去當隔天早餐 因為他就是不要讓自己再吃過量 尤其是他大腸癌都很多 他用這樣的控制體重 讓自己更健康 那同時很重要 他每天聽說都走三公里 走三公里 只是他有沒有至少超過萬步了 應該有 應該有 他本來會在大安森林公園那邊 在走路践行 可是後來他發現說 不行不行 空氣太糟糕了 就回到家 是用那個跑步機 那他還認為說 你看摩托車廢氣呢 是不是就是造成肺癌的 主要的原因 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九百萬輛摩托車要命 你知道仁愛路中校東路 上下班的排氣量 在那邊五分鐘 你就會受不了 對 真的 對 這個是事實 對啊 在空氣不好的地方運動 比不運動還糟糕 因為你運動你還要增加你的呼吸量 對 所以這些張空氣進出你的肺部 還兜了好幾遍 森林系教授都在哪邊運動 那這樣看攀樹一定要去森林 對 還有呢 我們都去山上 山上 然後環境比較好 環境比較好 遠離這些排氣比較高的地方 可是我們不肯那麼多時間 都跑去山上 那怎麼辦呢 所以找河濱公園 像昨天去河濱公園 那邊環境其實不錯 就是要空曠一點點 對 空曠一點的地方 有綠色的覆蓋比較多 然後有樹 然後就可以有一些負離子 有一些分多金 然後你看到綠色的也會舒服 其實像現在新聞都很好 每天打開那個右下角 都有什麼紙報 對 舉報 就可以知道說 今天其實 空氣平均好不好 其實像之前 我們台灣自己有研究發現 就是如果以室內來說 如果你像老一輩都會覺得 房子要坐北朝南要通風 前後窗要打開要通風 但是其實因為現在空污太嚴重了 所以之前我們台灣自己有做研究 發現說 如果你室內的一個窗戶打開 連續兩個禮拜 你測室內的一個空氣的品質 對 接下來你再把窗戶全部關起來 連續兩個禮拜 就反而發現打開的窗戶的 這個空氣品質還比較差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外面的空氣 對於室內的一個空氣影響 是有多嚴重的 所以像我自己家裡住四樓 我都會在陽台種很多 就像老師一樣 講的那些樹啊什麼的 盡量多種一點 因為你有時候真的 那個一樓的那個契機車排氣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就只能自己做一些防護 所以你在陽台上面會種很多花花草草 對 就是預測植物 不知道心理作用還是怎麼樣 至少隔絕了這個低層的這個空氣的品質 這樣子 教授 余老師等一下會有廟方對不對 對 對 余老師那就是以森林系的教授 他都喜歡什麼植物來保護自己的健康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不過請教教授 為什麼 我要這麼說 為什麼肺癌通常發現 就是說一發現的時候都是末期 其實從早先都是一樣 小的肺癌不太容易引起症狀 那我真的都沒有症狀 整個到他長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才會很症狀 比如說他在呼吸道大到一個程度 他引起咳嗽 咳血 但是現在長在中央呼吸道的臨狀上邊癌 隨著抽菸的習慣或者不吸菸的人 他的頻 發生的臨數越來越少 大部分是肺腺癌 那肺腺癌都長在肺的左邊 比如說你用利嘴的香菸 這個也是 是 PARTICAL 顆粒變得比較小 比較容易吸到肺的邊邊 那用低尼古丁的香菸 引筋子是不夠癮的啦 所以他會吸得比較深啦 所以他也會吸到比較深的地方 那所以這些引起肺癌的這個因素 或者他後悔的地方 就慢慢越來越到肺的周邊去 是 肺的周邊引起的症狀非常少 除非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就是引起熱墨積水 引起熱墨積水了以後 他熱墨積水會佔肌部 分胸腔的容積 肺活量會降低 所以他就會呼吸困難 而且會積水牽扯肺部 他也會咳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就是他到一個程度 他就容易跑 跑到別的地方去 引起別的地方症狀 所以有症狀的時候 像我剛剛講的這些症狀 幾乎都不太能受數 所以這個要靠運氣 所以教授 你這麼多年 行醫的過程裡面 現在我們都把這些症狀造成肺癌 因子列出來 德傑 現在是最高 家族史 你看我們之前說 幫兇指數最高是不是呢 你看現在還有那個嘛 PM2.5 這個如果從臨床的觀點來看 家族史是最重要 這代表家裡頭 第一個它有基因的共通性 第二個就是他的生活習慣很類似 所以教授中藥是 我們不認為肺癌是一個遺傳性的疾病 但是它是一個基因的疾病就是 譬如說你吸菸吸進去的致癌物 那你會不會在身體裡頭 把它代謝掉 那你的基因接受這些致癌物 會不會受傷 受傷了以後會不會修補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會遺傳 對 試看你的基因 對 如果是掃幾天 絕對要去看醫生 還有什麼樣的好食物 可以保護我們的肺 回來告訴你 所以當然二手淹是一個重要的儀素 不過這個很可以遺 PM2的乳 實在好像無所不在 這會非常困難 好 今天我們要特別來注意 就是癌症的一些預防 特別這個癌症 有時候是 是我們胸腔的權威 良醫也是民醫 是我們蔡俊明教授 教授我們剛剛看這麼多的危險因子 他剛才說 要看你的基因 基因好了 不要 那並不完全會是遺傳 那另外呢 這個廚房的油煙 現在有關係嗎 基因基本上是一個底 就是一個基礎 所以你基因有家族死的人 他就站著比較高的位置 對 會比較容易得到肺癌的那個 機率 那個安全的那個範圍 就比較在 在 你如果這基因很好的人 他可以接受這些 有的沒有的 這個壞東西 比較有穩金就對了 對…就是比較有穩金的意思 那這裡頭 當然你這個基礎比較不好 就要特別重視你的肺部 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 這樣比較危險 所以當然二手淹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不過這個很可以避免 PM2.5 現在好像無所不在 這個非常困難 怎麼辦呢 剛剛也提到在室內 你都要開窗反而更糟糕 所以室內有時候 空氣清淨機 要裝空氣清淨機 可能會有用 所以有用 所以教授你覺得要裝空氣清淨機 因為以前 我的空氣清淨機 沒有什麼好多影響 對 有時候都覺得是有好的影響 沒有覺得是商業 我就覺得是學藝好的注意節 可是我小孩子小時候有 有阿斯嘛 有器材 過敏 過敏 然後我家 我朋友有兩個小孩 我家鑽了一台 以前這個每天要鼻塞 晚上會去船的出事 鑽了空氣清淨機 我就下降很多 反而就改善了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鑽了兩台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是有用的 不過這真的是很Qualify 就是油品質管吃的是很好 PM2.5的重點 這個2.5是它的栗子的尺寸 栗子的尺寸 它會直接進到我們深層 因為比這個大都掉在大氣管 對 比這個小的進去以後還會突出 差不多這個範圍 我們是認為5個micron 就是5到1中間 特別是2.5 這個進到廢泡裡頭 就卡在那裡 直接會進到廢泡裡 就出不來 對 所以你在比較大的呼吸道 可能它的刺激也還不會那麼厲害 小的在那個肺炮裡頭 很厲害 可是還要看它的成分 你在工業區 工業區的那個可能 2.5的尺寸 跟在森林裡頭是不一樣 對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在森林液的時候 你需要有這樣的那個particle size 可以進到你的肺部去吸 你的肺部 有一個好的成分 一個是不好的成分 對 那你如果把不好的成分吸進來 當然對你的身體 就造成不好的影響 對 所以我特別還要呼籲的就是 空氣不好的時候警告說 在家裡 千萬不要去慢跑 所以教授你會建議我們出去 在都市的話要戴口罩嗎 要不要 戴口罩不能跑 不是 我說就是 但是警長出門 警長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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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北京可能要 台灣還不需要 還沒那麼可怕 不過我最近發現 台中的那個空氣 其實中波 台中我有發現 我前幾 就去了幾次 天空不一樣了 有灰蒙蒙的 對 我最近在台中 以前沒有這樣 對 每個禮拜五 我都覺得很糟糕 那除完油鹽 當然 這是統計上 預除嘛 是高危險情 對 這是統計上的 可是我們後來沒有 對這個因素認為 這是流行病邪觀察 的確有這樣的危險情 但是它有沒有直接 因果關係 因為大家曉得 基因突變 浩化在女性 對 再來是很特別 浩化在女性 所以媽媽煮菜的那個 炒菜的那個什麼 油煙 對 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基因突變 高達五十幾個%的 不吸煙的 肺腺癌理性 可是這些女性 跟除緩油煙 是沒有關係 也沒關係 所以除緩有油煙 直接的關係 就這樣 所以這個要打問號 對 但是統計上是有的 流行病邪 你就看到它有 所以意思說 你看穿心指 你的人 你猜它是你的 這個是 也不 這基本上 觀察是對的 因為女性大部分 穿心指 我懂了 可是我覺得現在可能因為 設備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相關的 就是危險就降低了 對這個很重要 因為大家有緊節 對 沒錯一直在呼籲 對 這個還有就是說 拜拜香 對不對 燒那個燒金床 對 那個也會有致癌的問題 這個也要降低 對 那雷師傅 你算是 放在那個 對 其實我們廚房油煙的部分 這個是以前 現在大家烹調習慣 已經改變了 譬如說用冷鍋冷油的方式 根本不會有油煙 對 還是說用一些 風調方式改變 對 已經風調方式改變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 剛才我們營養師有講到 就是鍋火油最有油煙的 鍋火油最有油煙 用鍋用火用油 鍋子現在的鍋子越做越好 不鏽鋼鍋 什麼不沾鍋 也不需要那麼多油 對 不需要那麼多油 現在的油呢 它的那種起煙點呢 耐高溫起煙點又那麼的好 所以也不容易會有油煙 然後火呢大家現在都 那個不像以前那種 是外營的那種瓦斯爐 現在都內營瓦斯爐 也不會說 燒鍋子燒油之後 會很大的油煙起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 現在的那種烹調習慣 什麼都已經有改變了 那你自己有去做一些健檢嗎 肺部的啊 肺部 其實我每年都會 在11月的時候 都會做一次全身的健康檢查 那除了 有時候會體重過重之外 其他都沒有走 我看得出來 其他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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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照CT嗎 低劑量的那個電腦斷層嗎 其實這種專業的醫學什麼 我可能比較不了解 但是做一些什麼超音波 或一些 基本的啦 對 做一些S光的都有做 現在困擾它只有體重 這有時候難免 職業病好了 對 要吃別的 對 教授這個三不五十都會看到 這個食免有關係嗎 食免在早期會比較有關係 現在已經比較沒有了吧 以前的食免 這個食免用來做絕緣嘛 所以以前 最常見的食免的 存在的地方就是吹風機 吹風機 吹風機喔 吹風機裡面有食免 還有女生去燙頭髮那個也是啊 但是那種現在都不用食免啦 特別是現在吹風機沒有 對 所以以前 現在吹風機還有負離子耶 對啊 二、三食免 對啊 要多吸一點 對啊 對 以前那個食免時代很恐怖 你拿食免在吹風就等於那個 不過這個要很久的鋪路才會 另外一個是拆床 拆床耶 拆床耶 對 那個時候在南部 南部 還有職業病喔 對 那時候南部很流行拆床很新生 我們那時候期待 差不多南部最厲害 大概是六十年代吧 到了八十年代 我們期待台灣的肺癌 會因為食免的關係 暴露的人會增加 可是其實也沒有 其實也沒有 但是它是有一些人特別明顯 如果你長期鋪這邊要注意 對 重金屬汙染呢 重金屬導致很重要就是 那現在吃那個大耀心的蛋也會啊 對啊 那個是 對不對 如果你吃到大耀心的蛋 所以大耀心那個不只存在食物 也存在空氣 空氣 那個空氣是PM2等 那教授講到金屬 我想到說如果那個弄牙齒啊 不是要補牙齒不是也是用那種銀粉 對 那那種會有什麼關聯性嗎 我不曉得咧 我不曉得真正的那個銀粉到底是 是 那個就在嘴巴裡啊 對啊 因為不過如果那個有 大概我想大概非常有關係的話 它會長在右邊的肺部 右邊 為什麼 不過這沒有流行病學的支援 銀粉本身會不會是一個 一個醫生 這應該可以去觀察 那我們來看一下 教授今天有帶一本好書要送給大家 所以觀眾朋友你很聽喔 我們要把他之前帶領榮總的團隊對不對 肺癌的預防 照護全書要送給大家 裡面有幫大家統計嘛 現在就是肺腺癌的 佔所有肺癌的比率還是最高 超過五星喔 這也都沒有徵兆嗎 長在周邊的沒有 幾乎沒有啦 你就是說長在周邊的都不會有 對 比較少會有症狀 除非它到一個程度 它也不痛不癢啦 沒有感覺 我們會部裡頭也沒有痛的神經 好 這樣聽教授講 即使你可能是 走到第四期的話也不要絕望 其實也有很好的一些 這個治療的一個方法 也不要放棄 那事先怎麼樣做好預防 有一些必要的篩檢是不可以少的 那好的食物當然幫助我們 抵抗這個壞的東西嘛 那同時呢 我們要把好食物變一下 雷師傅要做一道好料理 那我們都把這個番茄呢 一樣把它堆在上面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滤鍋了 對 把這個梨子呢 都完全把它放進去 好好 對 把它放進去 好 我們今天由我們蔡教授呢 帶領榮總的團隊北榮嘛 對 幫大家出了一本這個好說 之前其實也送給觀眾朋友 引發熱烈回想 都剛剛 可以再送嗎 好 今天教授呢 他也真的擺盲當中抽空 來關心大家健康 所以觀眾朋友等一下我們題目 您答對的話 我們就會隨意抽樣送給你這本好書 是肺癌的診治照護全書 裡面有很多的迷思 也幫大家破解一下 特別要是要說 你常常如果是聲音沙啞都不好了 這不只是這個喉嚨 看耳鼻喉科耶 那會不會跟這個 對 很多人的症狀都是在喉嚨這邊 對 都會以為是 只是耳鼻喉這個問題 其實不染 不過這個 這個如果是聲音沙啞 真的跟肺癌引起的 它就是生態麻痺 生態麻痺去看耳鼻喉科是對的 耳鼻喉科一看 生態麻痺就會請他來看胸腔科醫生 對 所以聲音沙啞 不要太緊張 輕忽 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壓力大 睡不好引起 但是你如果聲音沙啞 比如說一個禮拜還是 有些突然發生 你只要去看耳鼻喉科醫生 他們不會把你的診斷誤診 他一看那個聲態 如果是麻痺一定會轉給胸腔科醫生看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有症狀就要看醫生 不要拖 對 是齁 對 我們今天出的題目是 預防肺癌40歲以上必須要定期做何種篩檢 觀眾朋友你知道答案趕快寫FB分享出去 送給你這本好書 這個從照護甚至在前面預防 還有要吃什麼好食物 甚至是術後的應該說復健 胃教都包在這裏面 因為這個書中 那話又說回來了 雖然說肺癌常常很多是沒有症狀 但是我們還是要不能夠忽視檢查 對 這裡面有很多項 胸部S光低劑量症電腦斷層症 症子 不過症子我們有講過 這是因為要確診癌症有沒有擴散 比較需要用到這個部分嗎 非必要是比較不建議嘛 對 那這幾項呢 教授怎麼建議 我在早幾年大概30年前 那時候我們陶生陽這個基金會 對 支持幾個大醫院的胸部S光跟彈醫的細胞血檢查 我那時候就出國以前就是在當他的負責人 所以我那時候每年看幾千份的胸部S光 那不過後來大家曉得胸部S光跟彈醫 細胞血檢查是沒有幫忙 沒有幫忙就是他發現都是晚期的病人 你沒有好的治療 沒有辦法改善他的存活 那對於衰檢來講 最重要的因素是第一個你要夠敏感性 第二個你要特異性 敏感性就是繼續民意你可以把它找出來 特異性就是找出來的大部分都是肺部的腫瘤 這樣 不過最重點就是你把它找出來以後 你可以給它處理可以給它治療 讓這些病人的存在可以延長 就是你要有辦法來把它 把你找出來的病人把它根治 然後又延長它的壽命根治 然後至少來維持一些品質 對 你要把它根治 這才是有辦法 所以對於S光跟彈醫 是沒有辦法做到 那電腦斷層 所以電腦斷層是現在最重要的篩檢的辦法 這個部分做到低劑量就好了吧 對 電腦斷層是拿來做診斷 這個治療最重要 為什麼會有低劑量 這個低劑量跟Standard 下面這個應該是標準的電腦斷層 它的不一樣就是它降低了它的電流 所以安培數 所以讓它的這個輻射會降低 那因為標準的電腦斷層是我們拿來用來治療疾病的 所以你要做到很規格化 這些大部分是病人 那低劑量的電腦斷層是用來做篩檢的 這些是正常人的 對 你就不能讓正常人接受這個檢查受害 所以後來發現降低了它的劑量以後 它的品質是沒有改變 品質是哪裡品質沒有改變呢 就是看肺野的品質是沒有改變 因為肺野裡頭有空氣嘛 襯托 所以你不需要那麼高的這個劑量 它就可以對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你如果要做到電腦斷層這個部分 你可能先請醫生評估 好 故我們的肺飲食很重要 重點咧 米花 對 其實還是有些食物 可以幫助我們日常生活中做一個預防 第一個就是澱粉類 我們會希望大家以顴骨根筋類 五股雜糧取代精緻的一個白米飯白麵條 因為裡面還有比較豐富的維生素B群 B群 對 研究我發現當你血液裡面B群濃度越高的時候 其實它跟肺癌的風險是成反比 那其實還是不希望大家說補充綜合維他命 或B群大肌量 而是用天然的食物為主要的來源 第二個就是玉米 玉米其實裡面的玉米黃素 我們都知道顧眼睛 但是有研究發現說 它也可以降低肺癌的風險 第三個十字花咯 我們都知道十字花咯 花椰菜其實是很好的一個抗癌的食物 主要是裡面的維生素C 甲離子 美離子 還有類胡蘿蔔素 其實這些對於預防肺癌 還有所謂的阻塞性肺炎 甚至氣喘都有一定的幫助 第四個就是Omega 3的魚類 魚類其實它是抗發炎 降低這個抗氧化的一個 增加抗氧化的一個能力 第五個就是綠茶 在國外有發現很好玩 他們是針對抽菸的人 會發現說你每天適量的喝一些綠茶 甚至是可以降低肺癌的風險 但是還是前期告訴大家還是要戒菸 但如果你真的戒不掉 那日常生活中不妨可以喝點綠茶 來做一個預防的效果 好 那至於吃哪些好食物 教授要送給大家這個好食物裡面 裡面也有嘛 教授裡面也有 就是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名化營養師 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有聞到一個味道 酸甜啊酸甜 到底這是什麼味道呢 有請我們的雷師傅 我們健康大樂廚 來師傅 當時是有醋嗎 我為什麼聞到一個酸甜酸甜的 其實你聞到應該是這個味道 是什麼 這是甘蔗是將我們這個黃金梨的果肉 下去打成一個果汁 對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就是要用這個黃金梨的果汁 只加上我們的這個甘蔗 下去要去燉 好特別喔 對 燉我們這個黃金梨 因為這個黃金梨其實皮 連皮燉軟的時候就很好吃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教大家怎麼做 首先呢 我們在鍋子裡面呢 先放一點點水 然後呢 再把我們這個甘蔗汁呢 跟蜜梨汁呢 打在一起的果汁先把它放進去 所以梨是一直可以潤肺對不對 對 你中醫來講 他們認為梨是對於潤肺 是有一定的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準備一些食材 其實呢 在我們這 這是要煮甜的 鹹的還是甜的 這是煮甜的啦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調味料 我們做一點點那種玉米醬啊 跟我們的蜂蜜芥末子 這樣做一些調味 那其實呢 我現在放的一些東西呢 跟我們那種中醫學來講的話 都是很潤肺的東西 舉例來講 我今天有用山藥 那我用百合根 然後有用這個柿子 刺餅 然後還有番茄 然後下去做 那其實很簡單呢 我們在這個黃金禮的部分 用這種小湯匙呢 就把它直接挖成凍 挖成凍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將我們這個山藥把它填進去 等一下要吃生的喔 沒有啦 我們要燉啦 不然叫清燉 對 清燉 對 清燉 山藥也是可以吃生的 對 山藥也可以吃生的 對 好 白色也是入肺 對 入肺 對 我們現在都把這個山藥呢 把它直接呢 放到我們這個棕裡面去 棕裡面 是的 好 好 那都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要 將我們第二個 將我們食材慢慢的堆疊起來 那第二個我們要放的是這種柿餅 那這柿餅呢 其實呢 我們已經把它切成碎碎的了 那把它直接 一樣把它填在我們這一個 真的是用食物天然的味道 對 天然的味道 把它放進去就好了 其實呢 真的很簡單 我們都把它準備好了就吃 你是要多一個盤子給你 沒關係 對 我們都把它填進去 好 那第三個呢 當然我們現在要放的是 我們的這個百合的部分 那這百合呢 我們在沖洗的時候呢 一定要充分的去把它沖洗乾淨 因為其實它裡面很容易含砂 包砂含砂 所以我們現在呢 一定要一片一片把它剝開來 所以你這是洗好的 這已經洗好了 那有看到 放沙櫃嗎 不用沙櫃 我們觀眾看到這個黃黃這個東西 其實呢 它不是髒髒的 也不是枯掉 它其實呢 百合在生長過程呢 對 其實呢 會有像 天然的 天然的這樣一個東西 不要去把它去除掉 覺得說它好像很壞 就把它磕掉 對 不用 我們直接把它放到我們的 這是生的百合 這是生的百合 這不是乾的 這是生的 對 我們都把它放進去 我們的這一個 蜜梨棕裡面 你都滿了 等一下那個怎麼辦 那個沒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煮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點消下去 對 會消 對 我們現在都把它填進去 好 那接下來呢 當然我們就是把紅色的 這一個 番茄呢 放在最上方 讓它感覺到原色 顏色比較挑一點 我們這種 番茄是挑這種圓的番茄啦 然後我們已經把它切成這樣 這樣一攪一攪的 對 這樣味道比較能進去對不對 是的 而且那種顏色呢 看起來那種賣相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好 那我們都把這個番茄呢 一樣是把它堆積在上面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入鍋了 所以你要撒梅子粉嗎 不必 撒梅子粉嗎 沒有 沒有番茄 沒有 師傅剛剛就說要吃食物的原味了 對 對 只是要配那個 好像鹽酸甜味 沒有啦 雅鳳姐突然問這個問題 我突然沒有辦法接這樣 都突然傻眼了 要考慮你這個大廚 對 把這個梨子都完全把它放進去 對 把它放進去 泡溫泉的感覺 對 泡溫泉的感覺 對 把它放進去 那個汁是那個梨子裡面的肉跟甘蔗汁對不對 跟甘蔗 對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蓋子的部分呢 有把它放進去 所以玉米醬那些都還沒有加下去 玉米醬那個到時候我們要去把它做一個調和 然後呢 我們這個花椰菜的部分喔 我們其實已經把它燙過了 燙過等一下我們起來呢 要給它做一個很漂亮的一些擺盤 好 那接下來呢 很簡單 我們現在在燜煮的同時呢 開始呢 蓋起鍋蓋 然後讓它在鍋蓋裡面呢 停留大概15分鐘左右 就OK了 熟了就可以吃喔 熟了就可以吃了 對 而且呢 其實整個那種果香味 跟我們所有的食材味道 完全會融入在一起 而且我們那個甘蔗汁的部分呢 跟雪梨汁完全會把它煮進去 我們整個這個雪梨中裡面 對 所以會非常美味的 所以我們要一點時間燜煮一下喔 那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除了要品嘗之外 我們今天的余老師呢 他要幫我們做一個測試 就是現代人的壓力真的很大 從脫衣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喔 好 我們這個禮子在7噸的同時呢 我們要做個小小的試驗 剛剛蔡教授也說呢 其實現代人肺癌的發生呢 和壓力絕對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要看看你的壓力 到底有多大 要請余老師來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要走進森林之前 通常會做一個什麼 唾液的 唾液看壓力 對 唾液澱粉 枚式子的測試 那基本上森林環境 它有分多金有負離子 可以讓你吸收這麼 吸收這麼好的空氣 然後減少你肺部疾病的發生 那另外還有其他的好處就是說 在森林裡面的無感體驗可以讓你降低壓力 這樣子降低壓力的方式呢 學生會問我說 老師我怎麼知道我有降低壓力 那我就會讓他們做一個這個 拖液澱粉煤壓力試片的測試 這個拖液澱粉煤試片 測出來的指數代表著 0到30大概就是我們沒有壓力的狀態 0到30 是的 30到60是一個中度壓力 60以上代表重度壓力 那今天跟你進去測試之前 就是進去之前 學生下的壓力有沒有很大 好像沒有 還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很壯關主 大概到多少呢 學生大概多少 其實不一定 有時候要看人 對 也是因人而異 有人容易緊張的 那他的指數反而就會比較高 那早上起來 可能指數就比較低 晚上比較高 這個實驗其實很有趣 那剛剛在廣告之前 其實我們的蔡教授跟明華都 做實驗之前 他們都要先喝點水了 已經喝了水了 那我看他們也含很久了 那我們就來看他們的數字是如何 那你就把它想成說 好 我們現在就要跟著我們的余老師 進入大自然 要去做森林浴 可是之前我們要知道說 你平常壓力到底有多大呢 剛剛蔡教授說 她是一個抗壓性很高的人 那我們就來看看 教授她的數字是多少呢 那明華現在也有壓力 因為新手媽媽 不然沒有 應該是超過60 對 她媽媽 然後她壓力也很大 對 我們等一下就看余老師 幫我們分別兩位 這個是就是唾液 唾液檢測儀嘛 對不對 她需要靜置時間有多久 要多久 大概放進去10秒鐘以後 10秒鐘 然後她會告訴你 把這個 這個聲音這樣對嗎 這是誰 OK 好 然後把它翻下來 好 再弄到另外一段 基本上這個檢測的過程 非常簡單 很快就對了 對 好 現在看到的是明華 明華的數字是15 15 好 我們再看一下教授 教授說她的抗壓性是很高的 那我們來看教授數字是多少呢 真的耶 9耶 教授記得比 你看教授絕對是比明華還要忙100倍 對不對 他還要到中部去看診耶 才9喔 不可思議 忙不一定有壓力啊 可是基本上這個0到30 就是一個低度壓力的狀態 我說什麼低度壓力 對 狀態是低度壓力 低度壓力 那最高的話有到多少的 像我自己的經驗 我上次去森林育的時候 因為邊走邊腦袋邊在想事情 對 到160幾 160幾 所以理論上應該森林育會降低 可是當你的腦袋沒有這麼放空 沒有放空的時候 對 這個壓力還是會往上飆 所以有些壓力都是自己造成的 是 沒錯 那我也想測試看看 那這個CG手版先交給你 那我先喊一下是不是 這個是台灣森林遊樂區 這個負離子大吊場 那這個 我們可以從冠軍來看 冠軍就是內動國家森林遊樂區 在烏來裡面 那這個有裡面大概每立方公分 會有五萬多個這個負離子的存在 那一般都會地區大概只有100到500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都會地區空氣很差 負離子越多的話代表這個地方空氣越好 然後甚至可以讓你有 甚至可以讓你有更多的這個 這個清新的空氣 然後讓你覺得更健康 那第二名就是阿萬大瀑布 也高達了四萬五千個這樣子的水準 那再來就是陶山瀑布 山蝶瀑布 處女瀑布跟資本瀑布 所以呢 在三峽區的處女瀑布 然後第六名就是在這個 南部的這個台東縣的這個 這個北南鄉的資本瀑布 那所以我會推薦 我會推薦說大家到這個 在北部地區的話可以到內洞瀑布去 對啊好方便喔 那在中部地區基本上 剛剛其實大家也有提到說 中部地區的污染比較多 大家可以到阿萬大瀑布去 欣賞一下那邊的風景 然後這個感受一下那邊的這個 負離子跟分多基 我差點忘記你們了 是這一分鐘嗎 一分鐘就可以了 謝謝 這是我的 好 雷師傅的呢 雷師傅幫你拿著 然後教授先放我的 好也就是說呢 剛剛余老師呢 告訴我們 這是經過我們去把它排行的嗎 第一名就是可以去屋來的 內洞嘛 之前因為颱風受損 像在2017年8月的時候 教授這快要開放了嘛 對不對 好像快要開 應該是暑假會開放 暑假會開放了 其實有日本的研究調查發現 每一個月去一次森林浴大概 去一次森林浴大概三天兩夜 然後讓你的這個自然殺手細胞會提升 然後維持一個月的水準 三天兩夜喔 對 一個月去一次就好了 好 這個指數出來了 出來出來 這是誰的 這一個是雅芳姐的 好我看一下我的是多少 多少 61 好可怕 對 等一下 真的嗎 怎麼那麼可怕 為什麼 等一下我看一下 61耶 雅芳姐少罵人就不會了 對不對 沒有 真的為什麼那麼高呢 你有看到 所以你要多去森林浴喔 看到余老師嗎 沒有啦 好這61耶 這個要怎麼解讀呢 就是說 你現在 這個基本上代表一個 即興壓力的狀態 那你一直在講話 你在想事情 然後你的壓力就比較大 對 對 因為要控場子啊 對啊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雷師傅的 煩了 煩了 哪煩了 畢竟不是專家 大家包容一下 17 來看一下 多少 這是多少 好 17 所以真的是蔡教授抗壓性最高 哇 教授你最厲害啦 那雷師傅 我們最後要品嘗一下囉 好 這可以紓壓 吃這個絕對是可以紓壓的 對 紓壓又療癒 OK 那我們現在來 其實今天應該要測一下 李老師的 只是因為時間不夠 對 李老師可能會爆100吧 兩萬元 現在7萬一 因為他太緊張了 你大概200 李老師會最緊張嗎 不會很棒啊 就比你抽這個 應該不會比你衝浪難吧 對啊 衝浪難 這個還不是一個難 衝浪的人是我最佩服的耶 真的嗎 真的 你不覺得衝浪的人真的很厲害嗎 在大海裡面 我都被 可以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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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駕馭對不對 浪來了還不怕 隨時要應變 對啊 我都被浪衝了 好 那這兩棵樹介紹 蕨類啦 對對對 這是余老師空氣清淨的 不過我們要淨化我們的空氣 其實有時候 也沒有辦法常常去 都市或是教訓網 對 那我們就把一些森林的元素帶回來 對 那其實像蕨類 就是一個非常好淨化空氣的植物 甚至於老師辦公室裡面帶 你看養得好漂亮喔 這個一盆 一盆大概30塊50塊 50塊 就可以買得到 然後呢 因為蕨類又比較耐陰 然後它又會 有淨化空氣的功能 那綠色的 其實看起來又很舒服 那所以 有時候就放在辦公室裡面 那被老闆罵啦 被跟老師吵架 然後拿起來 看一下 然後這樣子 這個好重嗎 好重 室內又會嗎 大概一個禮拜浇一次水 蕨類應該是好重的 對 其實耐陰的植物非常好重 OK 所以不必要種什麼多肉 那種什麼 呼味藍嗎 是不是 也可以啦 也可以 對 但是療癒的 所以淨化空氣效果不行 這是什麼 鐵線蕨 一個是鐵線蕨 一個是兔角蕨 兔角 兔子的那個 兔子的蕨 所以只要是蕨類都可以 對 那你可以種山蘇 然後順便還可以收割 對 好 雷師傅 OK喔 好 調了什麼 調的是玉米醬加蜂蜜芥末子醬 然後淋一點在上面 對 你說什麼 玉米醬跟什麼 玉米醬加蜂蜜芥末子醬 我們用新鮮玉米醬 下來把它打成泥 然後再把它用蜂蜜芥末子 把它淋在一起 吃完之後一定立刻紓壓 對 接下來我們就花椰菜對不對 花椰菜我們就這樣 好漂亮喔 把它放個兩朵下去 感覺就是價值感又變了 原來它那個是要擺盤的 我本來想說 你要怎麼塞到那個棕裡面 那它其實也可以吃啊 對 我本來想說你要塞到裡面的 不是 不是 把它放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我們切個我們的 五星級 六星級料理 對 我們把番茄把它這樣子擺上去 感覺就很漂亮 教授你平常怎麼養生啊 我們都比較少跟你請教 沒有在養生 沒有在養生嗎 沒有在養生 沒有在養生 其實叫做慢火就是一個養生 對 慢火就很不容易 對 所以這麼樣的 它其實應該是最高壓的 對 可是它可以用不同 就另外一個清淨來看待對不對 是的 好 雅芳姐你看我們這樣子呢 一般這樣子輕度學的就好了 漂亮喔 好 漂亮喔 我現在給你吹一下 漂亮… 你要自己轉一下囉 好 轉一下 交錯教授 要這樣謝謝您 這麼百忙中敢來 對… 好 明華…來 謝謝… 好 可以品嘗